此前,据三东媒体报道,鲁能主帅李肖鹏将在本赛季结束后离开俱乐部,正式升任国家二队主帅,带队征战中超临赛。 对此,闪见体育记者询问鲁能俱乐部的相关人士,对方表示不清楚这件事情,鲁能俱乐部方面人士表示,不是很了解这件事,球队当下的重心是全力备战本赛季的胜率连萨和足球杯决赛。 目前,李岛正全身心的带领球队进行准备,力争夺得足球杯冠军。 本赛季26轮中超战罢,鲁能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,而在足球杯赛场上,李肖鹏的球队也顺利闯入了最终决赛,将与国安争夺最后的冠军。